银色轿车正在倒车 这时一名黑衣男站在后方 伸手不让驾驶继续往后 下一秒挡车的男子 被德特路的汽车给撞了上去 气得拍一下车窗 怎料这时有两名黑衣人 从对肩冲过来 男子是赶快躲进棋楼 但他们的人也追了过去 对他拳打脚踢 把人打到倒地 整起冲突是发生在 15号晚间台北中山区 警方到场之后只发现 这名男子已经倒地 调查发现原来双方是因为 停车问题起口角 当时驾驶是要把车停在红线上 结果被阻止拍窗 就把人打伤 事后动手的三名男子 是跟警方坦诚犯行 强调是跟对方有纠纷才会动手 目前避害人以及家属是 暂时没有要提告 不过警方还是依照妨害秩序 来送办动手的三人